台中龔老平日前被民眾錄影PO上抖音 有機車主大半夜辦車劇 看到警車來了是跑給警察追 上演你追我跑瘋狂炸街狂飆 甚至還有人是自備了大聲功 廣播提醒其他車友警察來了 行進可以說是相當的骯髒 警方經過這幾天的調異偵視器清查過濾 是將群聚車輛的駕駛列測逐一的來約談 那麼最後是找出涉嫌危險壓車的江信騎士等三人 通知他們道案說明 為了遏止民眾飆車的歪風 警方是每天晚間都到該路段來執行路檢 那麼近三天來又舉發了超速三件 無照駕駛九件 改裝車輛九件 造衣車三件 而至於挑釁警方在山路上危險壓車的三名騎士 最後是被依涉犯公共危險罪 來移送法辦